在2010年上映的美国电影《轰然心动》中,小女孩助力,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,在帮有一双漂亮眼睛和小男孩布莱斯去捡画到树上的风阵的时候,爬到了小区里的梧桐树上,无意中被眼前的壮丽美景所震撼, 同此喜欢上了在每天早晨爬到高高的梧桐树上看风景,看着校车从远方开来,倒数招数爬向梧桐树,跳上校车,虽然爬树的行为并没有得到心上人和同龄人的理解和认同,但是这棵梧桐树成为了她童年成长的依靠,无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的时候,坐在树上远眺的美景,陪伴着她的每一个独处时刻,让她开始逐步懂得透过外表用心去看周围的人, 包括她曾经在小时候,初次见面就怦然心动的小男孩布莱斯,用心去审视自己的爱情,后来由于小区改造梧桐树,需要被砍掉的时候,小女孩拼命捍卫,但是于事无补,她的画家爸爸经过一番波折最终把她从树上劝了下来,作为补偿,爸爸给她画了一幅梧桐树的画,继续陪伴她成长,随着年纪的增长,她的内心悄悄的成长得越来越强大, 她懂得了如何去爱与被爱,并且逐渐用梧桐树教会她的爱改编着布莱斯和身边的人,最后,朱莉和布莱斯的爱情,也以布莱斯为朱莉种下一棵梧桐树作为了美好的结局,转自百度百科转自百度百科,转自百度百科电影中朱莉爬上高高的梧桐树上看到的,那美丽风景浴史,这美好的爱和亲情,浴史昭真,善,美。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